说到火锅,人们往往会想到海底捞 而海底捞虽然价格较高,等位时间较长 但也不能阻挡人们的消费热情 在各式各样的火锅中,海底捞的受欢迎指数相当高 那么海底捞和普通火锅有什么区别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首先,海底捞的服务更优质 虽说顾客就是上帝 但很多火锅店的服务水平都让人诟病 而海底捞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具备高度的服务意识 对客人都很热情 除此之外,他们的服务也是无微不至的 包括美甲服务,报道服务,餐鞋服务等 对于独自用餐的客人,海底捞还会提供玩偶作配 让客人不会感到孤单 其次,海底捞的菜品更上乘 有些普通的火锅店会昧着良心 拿变味变质的菜品给客人食用 完全不顾客人的身体健康 而海底捞的菜品都是新鲜的,种类齐全 而且每样菜品都可以点半份 客人吃不完还可以退单 最后,海底捞附加的食物更多 大多数普通火锅店都没有免费的食物赠送 而海底捞会为客人提供免费的水果 小零食,饮料等 并且客人打包食物回去时 海底捞还会额外赠送一些菜品 其实人们在外面餐馆食饭 最最乎的就是服务水平 而海底捞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一点 就是优质的服务了 所以它能够赢得广大消费者的信任 那么大家喜欢去海底捞消费吗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